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两岸小三通自109年2月10日停航迄今 导致金门观光产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冲击 金门在地旅游业者看好金门群岛百余公里海岸线 各海域无敌美景发展潜力 昨日请来2022蓝色公路代言人艾瑞克与业者座谈 并现身记者会 共同推广金门地区蓝色公路在升级海上游城 期待大家都能发现金门的美好 包括行政院金马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翁明志 县府秘书长陈祥林 参议章瑞心 观光处副处长何佩举 航港局专委顾克亚 金门观光特产协会理事长李一璋等贵宾到场祝贺 并共同启动 这一系列蓝色公路海上游城